吃花生你到底对糖尿病人好不好? 不少人都不知道,医生来告诉你。 糖尿病被称为不死亡的癌症,对于糖尿病人而言,最痛苦不是死亡,而且不能像其他正常人一样的饮食。 在饮食上有太多的禁忌,那么我们平时最喜欢吃的花生营养丰富,糖尿病人到底能不能吃呢? 花生的营养价值 1.促进人体的生长发育花生中钙含量极高 钙是构成人体骨骼的主要成分,骨多石花生,可以促进人体的生长发育 2.促进细胞发育,提高质力花生蛋白中含十多种人体所需的氨基酸 其中赖氨酸可使儿童提高质力,骨氨酸和天门东氨酸可促使细胞发育和增强大脑的记忆能力 3.抗老化,防早衰花生中所含有的茶素对人体具有很强的抗老化的作用,赖氨酸也是防止过早衰老的重要成分 4.长石花生,有益于人体延缓衰老,故花生又有长生果之称 4.润肺脂壳花生中含有丰富的脂肪油,可以起到润肺脂壳的作用,常用于酒壳气喘,磨痰代谢等病症 5.凝血脂血花生一中含有油脂和多种维生素,并含有使凝血时间缩短的物质 6.能对抗纤维蛋白的溶解,有促进骨髓制造血小板的功能,对多种出血性疾病 6.不但有脂血的作用,而且对原发病有一定的治疗作用,对人体造血功能有益 6.防止关心病花生油中含大量的亚油酸,这种物质可使人体内胆固醇,分解为胆脂酸排出体外 6.避免胆固醇在体内沉积,减少高胆固醇发病机会,能够防止关心病和动脉硬化 7.滋血通乳花生中含丰富的脂肪油和蛋白质,对产后乳脂不足者,有滋补气血,养血通乳作用 8.花生能保护心脏,健康作用被重新认识 8.花生对血糖的影响 我们建议糖尿病人的日常饮食要越杂越好 而且要选择低血糖生成指数的食物,不选高血糖生成指数的食物 因此做饭时建议大家把各种杂粮放到一起煮,可以把花生加入到主食中 因为花生的血糖生成指数,只有14食物血糖生成指数 GI小于55,属于DGI食物 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类食物与碳水化合物混合可以降低血糖生成指数 脂肪类食物与碳水化合物混合,对降低血糖生成指数的作用不明显 食用量和食用方式 糖尿病人想吃花生,也可以,首先要控制一下食用量 比如鲜花生一次最多20克,油炸最多10克,吃水煮花生自然是最好的 食用方式,用桑叶水煮花生,煮再熟烂,也易于消化,适合想吃花生的糖尿病人使用 还可以配合芹菜,胡萝卜丁等一同食用 我以为是1基础的方式,像似的家伙计划 予得说简单,用桑叶水煮花生的川面